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可以根据我买的一些东西 然后来对比一下上升的效果 颜色 质感 巴拉巴拉等等 有些是我在店里购入的 有些是我在网上购入的 希望给大家一些参考 那废话不多说我们就直接开始吧 第一件我来说的就是 我身上这件绿色的毛线 小吊带 我觉得夏天嘛穿这种背心 看起来就是比较青春阳光的 然后这个绿色它其实是 单配一条绿色长裙买的 但是我没有想要他们两个一起配一套穿 因为我觉得那样好像有点太over了 所以说但是它的top我也很喜欢 然后它的裙子我也很喜欢 所以但是我就是把两款衣服分开搭配的 背心呢它是一个小短款 然后比较适合搭一些高腰的 或者是没有肚子的朋友 可以把它当短top 然后有点露腰穿还是蛮不错的 这条裙子就是这样的一条裙子 它里面有一个黑色的那一层 然后这条裙子就跟这个top是一套的 然后就是黑绿色编织的那种毛线裙 反正我穿的不觉得热啦 就是它属于限织的 但是不是那种毛线 然后我觉得还蛮好看的 它的绿色的裙子呢是长裙 然后下面是那种不规则的白 然后是一个高腰长裙 反正我上身我觉得显得还挺显高的 然后挺好看的 裙子是有一点重量的 就是还是质感还是不错的 另外一件就想说的是这件装红色的毛线小吊带 也不是小吊带 小背心吧 它也是一个短款的 我就比较喜欢这个颜色吧 我觉得它搭那种紧身的牛仔裤啊 或者是宽松的运动裤啊 都还蛮好看的 才9块钱 所以我就觉得买回来随便搭一搭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我就很喜欢这种毛线编织的背心 它不会热啦 接下来要给大家介绍的是一个黑色半身裙 这个半身裙呢 就看起来很气质很优雅 比较适合上班穿吧 就是很成熟的感觉 因为它就是那种 它的长度是到膝盖下面的 然后是开叉 一个大开叉 然后上面有一个 我最喜欢就是它上面这颗白叩 看起来是比较有特点吧 就是比较适合配一个高跟鞋 或者一个短的小高跟 然后走那种专装成熟路线来 我还买了一件白色的这种 裤腿高腰长裤 然后呢 我在网上下单了嘛 我没有看清楚它的材质 收到呢它是那种有弹性的 限制的裤子 然后比较有罪感吧 然后它下面我很喜欢的是它的开叉设计 它是右阔腿 然后又开叉 整个很有罪感 整个就是显得人很高挑 但是唯一不喜欢的呢 就是它 它把你的前面后面都包得很清楚 就是很显肚子 肚子一个不留神就显得很挺很大 而且臀部部分也是感觉那种包的 它不是紧 但是你的那个形状就看得特别清楚 包括如果你里面只能穿五痕内裤 要不然就是看得很清楚 然后很透 我真的真的很喜欢它的版型 就是它的坠感啊 阔腿啊 还有开叉设计我都很喜欢 唯一唯一就是太透了 接下来我还买了一条 这样的长裙 是一个黑白的 不规则条纹设计吧 它也是这种限制的裙子 它是一个长款的 V领低胸长裙 然后下面有一点点开叉设计 里面也有一个内衬 就是还蛮舒服的 但是怎么说 你比如说我穿的身上有点像把地砖穿的身上 怎么说我自己个人还是蛮喜欢的啦 就是它的腰线不是很清楚 然后像我这种有肚子的人 穿起来就有点像韵谱 所以我还在纠结 要不要把这条裙子留着 其实我觉得这个裙子夏天 搭配一个宽大的草帽 然后躲在沙山上应该还是蛮好看的 就它颜色没有很亮 但是它又黑白又比较显眼 接下来还要再分享一个我买到的 又是一个小背心 这个小背心我还蛮喜欢的 就是跟这个绿色的有点像 就不同颜色 也是这种编织的 但是它的编织的颜色有点像一种 伊利安风格的配色 拿这个搭配一些牛仔短裤啊长裤啊 都还蛮好看的 就是小背心嘛 夏天就是很有活力感 还买了什么 还买了一件这样的 属于什么 衬衣 它挺厚的这个质感很重 我也不知道 我当时是看中了它什么 应该是看中了它的颜色了吧 还是model穿的挺好看的 我还在纠结是留着还是退掉 但是我穿这件衣服 然后Andy Bro就说有点像从寺庙里出来的 他说我从少林寺来的 然后因为这个颜色很像出家人的颜色嘛 不是之前有一段时间很流行这种颜色吗 它是有点麻布的质感 然后比较宽松 就很休闲吧 它是一款那种可有可无的衣服 就是不会说是看到之后觉得哇好好看 哇这个颜色好美好显白 就是不会有那种感觉就是可有可无的一种感觉 然后我还买了一件这种背心 长款背心 比较职业妆的一个长款背心啦 是这样的 它没打折的时候其实我就看中了 但是我一直没有上身试过 这次买回家上身试了之后觉得还蛮好看的 因为它是一个V领的低胸 然后它下面有点小摆 职业感中又透露着一点小可爱跟小俏皮 穿着一身配一个金色的耳饰 或者是一个黑金配色的高跟鞋都挺好看的 这个就比较职业啦 就是比较看起来比较专业感比较强的一个职业套装 但是这个如果真穿着去上班的话 就会显得下白又太短领口又太低 接下来买到的还有一个ZARA的腰带 它是一个这样的宽腰带 然后这边有一圈木质的 然后这边是黑白的绑绳的设计 我觉得这个拿来搭一些没有什么腰线的长裙 或者是连身裤啊素色 尤其是素色的会比较好看 我还买了一个这样子的沙滩巾 就是很多白人啊老外啊 他们去沙滩都会戴这样的毛巾嘛 可以裹在头上啊 也可以披在身上啊 然后又可以裹在那个腰部啊 有些人就是穿泳衣嘛 然后从水里起来啊 就会把这个往身上一披 往腰部一记 我就买了一个这样的配色 我还买了一个帽子 这个帽子上面写的是 Best Me Ever 但是收到 它打折9块9 但是收到我没有很喜欢 因为我不是很喜欢这种平口的帽子 我喜欢有点弧度的帽子 接下来要再给大家分享一个 我在店里买到的 也是打折的一个 紫色ZARA卫衣 还蛮好看的 这个颜色今年 还蛮多牌子都有在出这个颜色的T恤啊 或者是卫衣 然后上面就是配着简单的字母 穿起来挺舒服的挺软的 我还蛮喜欢这件的 还买了一个这样的发带 这个发带 我戴起来好像加勒比海盗 就可能要把它弄窄一点吧 我的发带不好看欸 算了 退掉吧 对还有最后一个东西 就是我买到的ZARA的一个包包 这个包包也是编织的 然后它这边是那种木制的手提 然后整个包包的配色啊设计啊 感觉我都很喜欢 这个季节嘛 背这种编织的包包 还有木制的就很summer的感觉 这个包包超级大的 里面就是 像一个打鱼的网子 真的很能装 这种包包就是拿来搭配性的嘛 然后我觉得它拿来 这样子手把提的 或者是当手包这样子拿着 配那种长款的素色的 连身裤啊或者连身长裙啊 都应该还蛮好看的 好啦 以上就是我这次在ZARA打折买到的全部东西 其实陆续续我还有买一些其他牌子的打折的东西 如果有机会的话 我也给大家做开箱试穿好了 那这就是今天的视频的全部内容 如果你有买到什么好东西 也别忘了记得跟我分享 喜欢这次视频的话 请别忘了帮我点个like 谢谢大家收看 肚子细细啦 怡态 怡态在哪里 能不能做一些职业一点的动作 很可爱耶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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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